繼續跟大運哥聊天 Darren 之前你提到你一定不會去星馬泰移民 為什麼呢 第一 工作關係 因為在律師行都很忙 特別這段時間切辣之後 就更加工作量上升 第二 我很喜歡香港 那個生活的節奏我習慣了 我未去到真的要完全退下來的心態 我自己就沒有想過移民 但我比較喜歡投資 我們由投資的角度去看看 星馬泰三個地方的物業好嗎 好 新加坡你有沒有去投資物業 新加坡我們就搭不到那班船 什麼原因 因為新加坡的物流價是飛升的 政府出了很多政策 就是令到海外人士很難買樓 因為它的印花稅很高 可以去到60% 有賭場 那個時代開始 用金融中心的角度去起飛 根本你追不到 所以我就沒有考慮新加坡 馬來西亞你又買了多少個物業 馬來西亞到今天 總共有四個 第一間買就覺得 很接近機場出來的站 好像我們坐機鐵 一旦回到吉隆堡機場 出到市中心 行車要一個小時 坐那一輛Express 就可能是28分鐘 我覺得那裏一定有很多人 難得交通方面 是的 我收租而已 我選了第一間在那裏 我很欣賞它的設施很舊 自己的屋苑有自己的籃球場 很少屋苑有籃球場 因為它有三棟很大的大廈 還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就做到這件事 對我來說 有設施已經很好 還有這麼多設施 就很大吸引力 赤價呢 大約為港幣 當時我第一次買 馬幣還是過七、過八 現在跌了一點 那時要二百、二萬左右 有多大地方 那個單位我喜歡去特色戶 一邊一個小單位 一邊一個大一點的單位 然後正式的門口 有一個大門鎖在外面 我可以租一間 自己住一間 他們叫商事房 這種Duel Key Unit 就是一人一條鑰匙 但都是一個單位的計劃 還是自己有兩個車位 一人一個車位 沒錯 即是甚麼都打來 沒錯 吉隆坡你去住或者玩 是地方大 我想知道是多少錢 我買了當時是二百零幾萬 那每一個單位 都是等於一個 百姓的一個可能一百萬 兩千元左右 一尺 非常非常划算 那時我覺得是很正的 現在還繼續保值 現在還可以的 沒有跌到的 雖然馬幣跌了 但它的價格上升了 你有沒有去住的 當地的代理朋友 還有很多朋友買了 有時我們會帶他們過去收樓 收樓都是樂趣來的 當然 檢查一下樓有沒有問題 也是樂趣的 介紹他們去 有些肉骨茶 榴槤貓山王 很多 很多好吃的 買海外樓給我 其中一個樂趣就是放假有街合 是另一種度假的感覺 沒錯 分享是很開心的 至於另外那兩個 我就用了一個女名來買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業主 或者他們很喜歡做的 叫做女館宿舍AB&B 就有七厘至八厘的回收樓 非常好 七、八厘 我就叫女兒拿一半錢給她去供樓 收租 夠供 看看你的首期落多少 其實介紹給你看一下 好啊 因為我們的單位很簡單 就是我們買的那些一房單位 不過他就可以看到 整個吉隆坡四棟最高的樓 包括了雙峰塔 大宿米 吉隆坡塔 還有新建了一座108層 叫TRX Exchange 就是他們的馬來西亞交易廣場 最後就是政府大樓 在默迪卡廣場 有118層 這四大天王就是吉隆坡的地標 我買的那兩個單位 在廳裡可以圍繞著整四個樓 270度還是360度 看完 270 270 哇 這樣晚上就很漂亮 我覺得這些樓可以保持 一生一世都可以保持 沒錯 我也想跟老友記分享一下 就是買樓會不會很小 很兒戲 是啊 隔山買樓 其實就不會的 就像剛才這間Q的 第一 這張就是買賣合約 你看看他們賣好 不是一張買賣合約 而是一本買賣合約 整本 然後他會把整棟樓的大廈公契 一份 這樣就跟著家庭 跟著給你了 那你的單位有什麼設施享用 有什麼責任都在裡面 最後就是因為我找到一個人 幫我租 那我的租約都已經簽訂給我了 那我可以說 這兩年其實他們都不會沒有租客了 所以你說在海外買樓會不會我沒有保障呢 其實全部都是律師行代辦的文件 你說找到的租客是租客直接跟你簽 或是有一間地產公司介紹的租客給你 其實當時我買的現樓 發展商已經找到一個租的單位 已經找到租客 它樓下有25萬呎的西武商場 那我幸好就拿到它其中一座最高層的單邊單位 即是有兩邊窗 一模二的單位 大單邊 樓下就等於好像Elliman那樣 是啊 沒錯 25萬呎的一個大的百貨公司 蘋果總部 匯豐在你旁邊 那這些樓我或者都是要租給一些海外的Manager級的人了 那這個又大概呎價多少 而且是多大的 現在拉環也要4200元左右 幣4200元一呎 我剛才收了那些2000元 收2000元 2000元呎 哦2000元呎 這些4000元呎 所以你說一個大哥一個小朋友 怕什麼 你是這麼獨特和這麼漂亮的地方 是 因為它拿到最高層的單邊 我就覺得 一以我的經驗 這些樓很少放售 但是為什麼你這麼幸運 因為你和發展商大家熟 還是這麼巧你又有這樣的魂可以 其實是跟代理屬 哦跟代理屬 當個發展商一拿回這些樓出來 初時你知道發展商買樓是一期其買的 又這樣說 有時你抵人家發展商去賺錢 原因為什麼呢 我就算在那裏給你自己建 你要本錢的 你真的要買這麼大地方 我當你買了那幅地 那你是否要扔一大筆錢去建一些這麼漂亮 這麼優質的物業呢 你樓下餘了有幾層要來做一些超級 或者是一級的一個百貨公司 那你是不是要找客人入住啊 那你各樣東西 別人和你背後做很多 你就沒有所謂 我就給不錢 我就已經擁有了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 玄芳、海船門、君臨天下 都是同一個道理 是 那這個是大家買樓的那種心得分享 都應該明白 為什麼會選擇這些樓的了 曼谷你買了多少個 買了兩個樓花 買了兩個樓花 因為曼谷的樓 香港人最熟悉 其實曼谷他們很熟悉的 就是坐那個架空車 那條叫做BTS 他們沿著BTS有很多大商場 我們平時去當然是吃海南雞飯 做一下按摩 就是一站跨一站都是商場 就是在他們周邊 很多這些新起的 Condominium 其實真的多層式大廈 裡面的配套設施當然好 出入方便 反而你說離開了要走得遠 曼谷始終熱 如果你落了BTS 還要走600米到回家 你就會濕透了 所以在那裡我就會選擇 地區 小小的單位 有商業區 都是收租的 泰國東西很適合香港人認識的 他們的舖票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們去玩 雖然我們不會吃很多東西 但是看都開心 沒錯 是呀 由日本 菜式繁分 什麼都有 甜品 我們不得不提的就是 有八千萬人口的大灣區 那你又怎麼看 那裡不用說什麼移民 大家都是中國人 那裡就是適宜移居的 現在很多朋友住在中山 中道已經沒有問題了 除了高鐵、輕鐵、高速公路 駕車北上、可以南下 其實在疫症期間 中國這個大灣區 是沒有停止到發展 加上他們那些高速寬頻 很棒的 完全沒有得輸 其實只是一個大了的香港 就很方便 加上它的消費指數實在上是給香港 如果使費來說 香港三分之一左右 平均 我也有留意過老友鬼鬼惠州 你跟十一哥說那些鐵板燒 不是呀 要人猜一下多少錢 香港可能600元 那邊吃200元很豐富的 是的 還有很多他們的服務標準 也都提升了很多 加上醫療 各樣都方便 我們現在有人去做眼鏡以外 又去做牙 做牙這輪多 最近我也收到一份 就是這個 是 這個不是幫他賣廣告 是 但是你買一份保險 他不是真的保證你說 真的死了賠多少錢 嗯 而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們這個叫做安養管家服務 你說如果爸爸媽媽在這裏住 會不會有人帶他去看中醫 陪診 是啊 是的 跟你說 第二天搞一個落無憂的路友記會 的概念是很接近的 年紀大了 去到差不多 大家都希望能夠安享晚年 安享晚年 年輕人都忙 未必有時間陪你 如果能夠有一個單位 或者是機構 他能夠安排和設計了有一些 讓一些長者 一個長者的俱樂部 大家吃喝玩樂一起玩 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住中山而已 沒有說不准你去順德 睡佛山 我周圍去都行 有你們安排一些活動 你想想在那裏 真的打開手 都可以說空間感 是一定給你縮下縮下那種 在公園仔 各位老友記 這集我們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我就想和大運哥 談一下 怎樣可以根據去看樓 買樓 還有有些什麼 特別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可以確保投資 可以起碼保本 還有升值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